要迎接中国农历新年 彼佛利山庄旅游局 还有中国总领馆 联合举办了欢庆春节 魅力北京的活动 来看到除了彼佛利山庄的接待中心 换上了新装 装饰成中国风雨外 眼前还有包括门前写上的欢迎字样 希望今年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 前来购物 在彼佛利山庄旅游局的接待中心 大门口贴上了中文的欢迎字样 由于今年是阳年 里头也摆上了不少的阳年商品 风格也充满了中国元素 像是红灯笼、星韵冰等 彼佛利山庄旅游局介绍 这已经是彼佛利山庄市 连续四年举办中国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 希望能够将多元文化带入彼佛利山庄 我们希望中国游客 来到彼佛利山庄 比较利山庄比较容易 尤其是第一次游客 我们希望人们知道 我们站在这边 为了招呼他们 我们做这种方法是 在中国语言和英语的各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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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总领馆联合比佛丽三庄旅游局 共同主办《欢乐春节魅力北京》的活动 中国猪洛杉矶总领馆文化参战 称少和当天出席的记者会上表示 由于旅游签证十年的新政策 今年的春节来美国旅游的人数 肯定比往年增加 这次北京派了一个是最佳的阵容 还有经济我印象的 还有经济大师到这地方来演出 所以这一台节目应该说是 在我们的历年当中 我觉得是北京是花了很大的 下了很大的功夫 而确实有一些大腕来 所以我这个借此机会 欢迎我们的华人团朋友 以及美国的主流社会的朋友 能够来观看这台节目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 You will not be disappointed to see the performance 好 谢谢 谢谢 活动将于2月1号下午 在比佛利山庄市的赛邦剧院举行 其中魅力北京综艺晚会 将会邀请中国二湖皇后宋飞 小提琴大师吕思青 著名的琵琶演奏家周慧登台现役 以及获奖无数的中国杂技团 金剧等北京民族技艺展示 中文电视采访报导